一个本来跟很多大明星合作过的大牌摄影师 因为一场大病让他的人生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而新的体悟也让他重新开始 现在他是3D纪录片导演 而且开着行动电影车 免费让小朋友体验3D的感受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很多事情做就对 挫折和危难常常是锻炼你 在人生的转弯处跨出下一步的勇气 我们在一开始做这个计划的时候 也没有想到结束了一天 那更没有想到说在这三年 我们真的很积极地跑 跑了将近快一千所的偏向的小区 然后我们跑了12万公里 以计算下来我们等于绕了台湾将近100圈 我们给将近10万个孩子看过这一面 停哪边 这边 这样子啊 还是这边 导演取权利在一场大病之前 也没想过自己会投入研究 当时冷门的3D纪录片 拍了台湾各地的人文风光和生态 还找来了以前剧组做道具的捷克 资深厂物吉马等老朋友组成团队 花了300多万改装行动电影车 免费到偏向小学巡演 好重哦 在偏向的孩子 百分之95的孩子没有梦想 不知道有个要做什么 或许是跟他们的环境 生产生存的环境有问题 所以每一次在之前问完到的时候 有百分之95的孩子不了解 可是在看完了以后 有很多的孩子 他有很多的想法 各位同学大家早安 很棒 很有乐趣 很有能力 接下来要发眼睛给各位 记得手不要碰到镜片 来 传过去 因为他们会在3D纪录片里 身力其境地感受到 各行各业中的职人精神 看到山上的海底的美丽景色 当3D的东西 让人家看到有互动 有互动真的我不骗你 因为有互动 所以才真的感动 取全力是在和孩子的互动中 被他们真挚的神情所打动 慢慢找回自己一世多年的笑容 我以前是超爱笑 我以前是超搞怪 我以前是超可爱的 好人员和创意 让他从房仲转行 从事摄影工作后一路顺遂 很快就成为一年 接拍上百支MV的知名摄影师 合作过的大牌明星多到数不尽 后来还自己开公司拍戏接广告 事业风光 健康却悄悄走下坡 取全力永远忘不了2002年 刚拍完柯一敏MV 准备回台的那一天 在飞机上我就发现 耳鸣得非常厉害 像我现在也是 两个人耳朵耳鸣得很大声 然后我就去检查 哇 他说那个肿瘤吓死人 大概五公分九公分很大 我就问医生 我说这个有多严重 那医生就跟我讲 他说如果你不处理 你最多只能活半年 拍戏的他很难想象 自己的人生也如此戏剧化 所以在找其他医生诊断 答案也一样 他说 年轻人 喝水就会惊死了 你说戏头有危险吗 我不骗你 我听完以后我腿都暖 我回去 我就写遗书 拍遗照 看着三个年幼的女儿 他只能不断告诉自己 要有在死神面前放手一搏的勇气 勇敢接受手术 争取活下来的机会 在家务病房醒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 你才发现活得真的很好 但活着的喜悦却很快地 被后遗症消磨殆尽 头晕 左耳听力受损 走路不平衡 脸歪嘴斜 取全力变得不喜欢笑 只能靠着工作忘记病痛和沮丧 直到2008年开始接触3D 才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在当年 那全新的视觉体验刺激了他 因此上网收集资讯 研究国外影片 改装摄影机 试着拍3D 以为自己拍得很好 可能是因为那镜片的问题 然后戴上去 那我自己会认为 我开过刀应该会晕 所以我不可以 那每一次剪3D剪完 我不可以就很晕 就可以晕个两三天 后来想不行 这样晕也没办法剪 最后来就试着找方法 然后就吃晕车药 吃了三个月的晕车药 摸索半年 才掌握拍摄时 需要精密计算距离的诀窍 好不容易拍出动态感 和细节的取全力 有了很多想法 他想突破自我 拍更值得被记录的是 其实现场一拍的时候 蝴蝶飞起来的时候 所有人高兴都要拍 那是台湾很多珍贵的自然生态 但要拍并不容易 一行人得先把重大几十公斤的 器材搬上山 来来回回花了三年的时间 才完整捕捉帽林子斑蝶 翩翩起舞的美丽瞬间 大自然的生命力在画面中奔放 这样的3D无需特效 就能呈现美好 他笑说 看着拍着 自己也被疗愈了 所以几年下来 越拍越多 从生态 人文 到即将失传的传统工艺 坚持古法制作柿饼的新竹老店 也是他镜头里的主角 他要拍的不是阳光下 黄澄澄的柿子有多好吃 而是温暖的在地人情味和文化 要拍出人位 得先理解对方 所以取全力会跟着晒柿子 帮忙农物 了解柿饼的起源 是客家鲜明为了迁徙方便 发挥保存蔬果的智慧 老店的好几代人 却坚持把他给传承下来 拍3D也要有同样的精神不是吗 就算得到的回报 只是在一次的慈善应言后 老妈孩子送他的两个字 也够心满意足了 搂着我的脖子 他说导演加油 当他跟我讲完了以后换我 我觉得那个孩子 其实是老天爷派来的天使 希望我做这件事情 坚持把对的事做好 取全力的努力 最终还是被看到了 他集结生态文化和工艺的纪录片 获得国际3D大奖 好棒啊 对 那支片子是你们有参与的 很重哦 这是好莱坞 对 好莱坞拿来的 同样为了理念坚持打拼过的人 才能体会收获的珍贵 取全力笑说当初很多人不懂呢 这座奖是他人生的另一个转折 因为这就是激励他改装3D车 下乡巡演的动力 当时拿奖回台没引起回响 纪录片也上不了院线 取全力一度很失望 妻子的鼓励才让他慢慢想开 没舞台就自己搭 于是决定打造一辆电影车 到偏乡播放3D电影给孩子们看 就算要搭船到里岛 或是翻山越岭到部落小学都可以 只希望有人能透过他拍的3D 看到台湾的美丽 但计划一开始 他主动联系学校就踢到铁板 你们这个要不要钱啊 这个活动 你们都不用钱啊 他们说是哦 那你们是要来干嘛 卖DVD吗 还是要来卖书吗 试着和工部门沟通请求协助 最后才取得学校信任 也慢慢发现 纪录片传达的不只是美 还有教育内涵 3 2 1 可以伸手套套套 伸手套套套 在台中有一个孩子 他讲得真的很棒 他说他看完美丽台湾 他就觉得 就好像他常常在走路上 学的那条路上 他常常在走 他都没有停下来 突然那一天他停下来 他静静地看着地上的花 原来这条路走这么多年 他没有看到那个花 是那么美 取全力不也是因为一场大病 才停下脚步 看到不一样的人生风景吗 我非常宿命论 我觉得老天爷派我来做什么 就是做什么 上次他没有带我走 就是你应该做 让你去身体 让你遇到这件事情 就是要告诉你 因为你下一步要更重要 那是学会用3D记录台湾 在孩子身上找到工作的意义 今年开始他还有新的做法 要透过APP 让老师学生感受 扩增实境的魔力 未来能应用在学习上 如果我让你拍一张照片 你觉得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看看好不好 未来AR 可以用在你们的什么课本上 你就不会忘记了 事实上我们来一个学校30分钟 我没办法带给孩子的 什么样很好的教育 不过我们可以启发 他做梦的想法 当你有了梦想 人生才可能变得不一样 巡演三年下来 他们打开了孩子的视野 也改变了自己 六十多岁的老厂屋吉马 以前在片场被使唤惯了 很没自信 现在是3D车驾驶天天奔波 却甘之如鱼 有时候路程 很多山路 很危险的山路 也都比较辛苦 但是开到学校的时候 看到小朋友笑 就不辛苦 取权力也在孩子身上 找回了自己的笑容 找到人生中 比赚钱更重要的事 我不知道我明天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很多事情 我不知道真的下一分 下一秒会怎么样 所以我必须在这个时候 做好 不是急 是因为让你觉得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这件事情 是你必须要感受到的 不要说等一下 等一下就没有活在当下 这是一场病 锻炼出的勇气和智慧 让一个帮别人拍戏的导演 学会积极生活 无私付出 学会主导自己 更精彩的人生故事 我感觉到你 既然有权力 有权力 你不应该怎么这么一样 你就不要动 不应该怎么这么一样 你不应该怎么这么一样 感谢观看